接下一個啦 喔 欸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來我先接你好了好不好 好久沒見了 來呃陳老師你開麥陳老師 喔這麼快 嘿我剛剛看到你的陳老師我就想說您進來了我就讓您先call in 啊來陳老師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呃一樣那26 呃哪裡人就不說了反正現在偏鄉教書 您是台灣的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跟新的網友介紹一下 台灣在偏鄉教書的陳老師26歲是不是 對對對我教我教歷史的 所以 對一些時事的東西我比較關心 好來現在現在線上是26歲在台灣偏鄉教歷史的陳老師喔之前有來過我幾集的節目call in喔也蠻有論述的一位陳老師好來那陳老師您這一集節目你想說什麼 嗯你剛剛有提到那個 美國會不會衰弱 大陸會不會比美國強 修西底格的陷阱 對修身修西底的陷阱 對 嗯那我先講幾個點啦 第一個就是前面一個朋友講到說 武統的這一塊我覺得用武統要分析的話 因為 戰爭這種東西他是隨機應變的 他常常都不是在可預期的範圍之內 就 發生的 嗯 就像一戰 還有二戰 因為他都是很多的偶然事件 導致他出現的 只有那種很 很小規模的戰爭他才有辦法被操作 嗯 戰爭有很多形態 嗯 有分那種就是 直接打的 熱戰 就我們說的 像前些陣子那個克里米亞 那屬於灰色地帶的戰爭 對 灰色地帶戰爭有些就不是動槍動刀 他可能就是用 別種手段去達到 他的目的 嗯 目前台灣我覺得兩岸 他已經是屬於 準戰爭狀態 就是已經有太多東西 目前兩岸是準戰爭狀態是不是 對因為最近 我們就只要看島內 蔡英文的動作就好了 登兵 加強軍備 然後開始 不斷在演習 然後空中的這些 就是他一直在做一個準備 就是 就算我們不想要打仗 但是一插槍走火 會不會有可能爆發 對 這是我要提出來一個地方 不是說 不是說 什麼支持烏桃或反對合同 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這種支持跟反對沒有意義 今天是要看的是 哪一種事情可能會發生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我們該怎麼應對 我覺得身在台灣島內的 我們必須要考慮的是這個問題 對 因為 核統跟武統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這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核統 是 老師您覺得核統跟武統不是我們台灣能決定的嗎 對 已經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了 這個能決定的已經是 掌握在中美之間談判 但是 核統 核統應該我們可以決定吧 可能性不斷的降低啦 對 那就是 我們的前提是 我們要是一個 政府是真正有主導性作用的政府 他才有辦法主導要核統 或者是武統 那現階段我們的政府 尤其這段期間一直 效能不長 尤其是慶濟之都一個一個出來 我個人對這個政府 他是不是有那麼 大的能力去主導說 核統這個走向 我是持質疑的態度的 好 而且他意思情他也不會核統 我跟你講 他們這種投機派 縮轉彎馬上轉彎 為什麼那個 那個激進黨的可以在大陸賺錢 也可以回來說我支持台 對他們沒有真正立場 他們那個都是 跳得很快的 陳老師我相信 但是 但是因為就是投機派 所以因為現在民進黨他操弄了民粹 所以就算蔡英文現在想合同 但是民進黨內其他的派系 他還要選舉的人 那他怎麼會輕易的放棄 利用這個 這股民粹勢力的 那個機會 就讓蔡英文去走和解的路線 他也要繼續採取對抗的路線 來獲取他政治利益 我講個概念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白色恐怖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一個將軍是共產黨人 然後孫立仁他的兵變未遂 孫立仁其實並沒有真的想要兵變 因為是誰推他兵變的 美國 我為什麼要兵變 因為 老蔣不聽話 後來怎麼樣 老蔣跟美國妥協了以後 孫立仁這件事情才被壓下 所以我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威權體制 台灣的政府都必須要 以美國馬首是沾了 更何況是現在 所以現在不是說誰執政然後就能夠扭轉 兩岸局勢的 而是 美國如果不想要 我們也難做到 所以如果今天 歐美之間談判談到最後 美國 認同 九二共識的話 合同的可能性 還存在 對 但是如果美國 他 在 談判完畢以後 他只是 說下一句話說 不干涉中國內政 然後由中國自行處理 那我只能講 很危險的就是 合同的機會就不大了 就會變成 以武統的 機率就會不斷上升 我目前的觀察是 美國極有可能會出賣台灣利益 那出賣 究竟他是 要讓台灣跟大陸用 和平統一的方式 結束兩岸之間的糾紛 還是要用武力統一的方式 我覺得就要繼續看接下來美國的走向 是我個人覺得不樂觀 因為美國在談判完畢以後沒多久幹嘛 美債跟美股大跌 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就反映說美國這個制度已經受到市場的 市場已經不再相信美國的強大 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所以美國勢必 要出賣台灣的利益換取他 短暫 的時間去穩住他國內的經濟情勢 所以在談判之前 美國不是有拋出一個議題 是美債 可不可以直接 中國大陸取消掉 這個議題其實有被拋出來 只是 他們是不是有 在深層次的會議當中有沒有談到這個 我們不得而知 只當美國會 拋出這個 訊息的話 就大概知道他的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價碼 就是他那個 唐大的美債系統 中國這邊可不可以支撐掉 那我這裡要講一個狀況就是我覺得休息底德的陷阱 中國應該是不會陷入進去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休息底德 我覺得很多台灣的學者跟一些歐美的學者在研究大國之間的競爭 他都是用 西方的那個 系統去研究的 對 尤其是休息底德陷阱 是誰提出來的 一個學歷史學的 學者 他在看那個伯洛奔尼薩 對 就是他 他在看伯洛奔尼薩戰爭的時候提出來的概念 伯洛奔尼薩戰爭是什麼 斯巴達跟希臘之間在爭霸權 就地中海霸權的局面 對 那我覺得 當時候的狀況是他們打敗了東方的強國 所以就開始在爭霸 對 只是這兩個的文明模式 他跟中國的文明模式是非常不一樣 因為斯巴達跟希臘到最後都沒有同 他們的那個各自的城邦 甚至於是小到說是以 幾千人到幾萬人作為單位的 跟大國 中國的這種體量差距太大 這是其一 其二是中國的歷史傳統當中 他並沒有像休息底德這樣的狀況出現過 有類似的 但是他就是稱霸 對中國 過去有五霸的 那個歷史的淵源 是 就是春秋五霸 然後戰國七雄 真正到白日的話是戰國七雄 而且戰國七雄是 七個國家的實力 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是軍頓的 是說誰比較弱 誰比較強 都已經是很強的國家了 有沒有一點像後期的所謂合縱連橫 有沒有一點這種感覺 其實現在的國 當時以現在來 來潤古玉京的話 現在比較像春秋五霸 因為現在的狀況是 抽天子 就我們現在講說 世界上的獨牆 他開始在衰弱 但是沒有出現一個超強 因此各地方的區域開始在做統合 中南亞骨血 歐盟 甚至於 南美洲的那個 南美洲聯邦 還有阿拉伯 聯邦 這些都重新在做統合 而且開始在真的是 世界上的 地區強權 這種地區強權就會形成像春秋五霸的那種區別 就是世界上會出現霸主 但是不會出現獨牆 那個霸可能變成說他要維繫 世界的秩序 而存在 陳老師我之前好像聽過我忘了是哪一個 好像名嘴說過的 現在的秩序有點像春秋 轉戰國那個時候就是春秋五霸 那個時候春秋時代還有所謂的霸主 去維持所謂國際間的秩序 大家尊王攘儀 那轉到戰國時代大家就是 以實力為原則 那現在有點像 春秋轉戰國的那個時候美國的霸主地位已經不能維持 然後接下來就要變成戰國時代 有 有一點那種感覺 這當然也是 我覺得 我知道 我覺得他在 他可能對於 戰國的 狀況 他並不是這麼的 理解 戰國是什麼狀況 戰國是那種 把國家 全部 支援統合在手中 然後幹嘛 發動那種 大規模的戰爭 跟滅國戰爭 所以他為什麼叫戰國 因為他是以戰爭作為主導的世代 但是 現代這個時代 因為有核武器 不可能在 戰爭大規模戰爭作為他的主導 第一個是這個 所以 他就有點像周天子 尊王攘儀的尊王 就是那個核武是大家尊的王 為何 因為他有殺傷性 那過去在春秋的時候 周天子雖然已經沒什麼用了 但是他對於各諸侯來講 還是一個制約 對這種制約 他成為了各國之間 他交流的底線 我覺得不會出現像休息底德的那種 問題出來 因為 如果真的出現休息底德這種狀況的話 到最後 真正倒大美的是歐美體系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把他的一帶一路 還有他的那個經濟網絡 跟世界 已經綁得太緊密了 緊密到說 就想要脫歐中國 你要損失非常的大 這種損失會造成的是其他的國家或地區的強權 他不願意得罪中國來換取美國的利益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美國他有必要繼續維繫這樣的霸權嗎 川普的上台就是反映出美國要回歸他傳統的路線 什麼傳統的路線 上世紀的孤立主義啊 孤立主義其實在美國內部一直是有 他的話語權的 只是 因為美國的強大讓他這個聲音長期被壓抑住 但是 這個聲音不代表他不存在喔 所以川普上台其實是反映出 美國那個 最深層的孤立主義他那個心思 重新被挑動起來 我不要再管你國際的事情 我只管我美國的事務 我只管我美國的利益 我只管我美國的利益 我對中國 我就不應該是把他當作一個 所謂的敵對狀態 而是一個競爭或者是貿易關係 這當時孤立主義美國他最常見 但是現在拜登他要重回全球秩序啊 我覺得拜登的全球秩序他不太可能會成功 因為光是這一次談判出來的結果就反映出來 美國他這個 這一次的談判 他基本上是 很大的一個 外交上的失態 光是說他跟 他那個雙方的代表之間的談判 他完全錯估了中國的局勢 是真的非常的糟糕 因為他有很多對話的方式 完全沒有 切肉 就是切中到中國的點 也就是美國現在有一批 不懂中國的外交人員在掌控他的外交輿論場 然後要打擊中國 所以你說拜登他現在要搞這些東西 我只能講說 他更多的是透過外部的這種作秀來 凝聚他國內的身世 目的要幹嘛 目的就是為了要 解決他現有的國內問題 他現在國內問題太嚴重 而且他內部也反中嘛 所以他必須要對內部交代 對沒錯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回過頭來講 我比較憂心的 也就是這次談判完畢 這次談判有可能會出現兩種結果 因為現在只是初步談判 還有接下來二輪三輪 要一直到雙方的元首叫探 才是最後定案 那 我個人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 台海是非常危險 因為美國有可能會 為了要增加籌碼 不斷增加台灣的那種矛盾 去刺激大陸 那大陸也有可能為了要 也是為了要增加籌碼 直接解決台灣問題 這也是一種可能 所以我個人覺得 現在這第一輪的談判 因為現在有一些資訊 我們還不知道 那 第一輪談判如果是 談妥了 說實在不管他是談妥還是談崩 就講一件事 這兩個 就我之前好像有跟你聊過吧 現在中美就是戰略談判 他們在談的就是之後他們雙方之間的戰略要怎麼走 那這種走法的話 如果談成功的話 核統還是有他的存在 但武統的可能性仍然在 為什麼會說談成了有這種狀況 所謂的談成有分成說 是中國談成 還是美國談成 如果是中國主導談成的話 核統的可能性反而比較大 但是如果是美國或者是中國跟美國 各談一半的話 武統的可能性就蠻大的 原因很簡單 如果是中國主導談成的話 他一定會要求美國承認一個 一中原則 其中一定會希望美國承認九二公司 合同才有他的發展空間 如果美國承認九二公司 然後跟中國談妥了 就變成是怎樣 我把這個爛攤子丟給你中國自己去處理 我跟你講 依照美國人的邏輯 他一定會搞事 到時候就很有可能會用武統的方式解決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最糟糕的是談崩 談崩的話 武統是百分之百的 而且有可能是在明年做發生 你說什麼 明年 你覺得這麼快 因為現在 在明年